字幕提供 大家好 又是向左網的節目時間 節目開始之前 正式多謝兩位幫我做手語的朋友 我想大家留意的主題 除了最近幾天的臨時 不知道大家心情如何之外 其實有一件更加值得關注的事 其實最近都有一些關於居留權的訴訟 大家留意到 其實在香港有很多來自菲律賓的傭工 因為他們連續在香港工作已經過了七年 理論上有居留權 最近都是因為這個事件 而有一些法律方面的程序 但事件曝光後 在香港人的反應裏面 好像回到去幾年前 或者是若干年前 我們對新移民的態度一樣 就覺得 你這班菲律賓工人來到香港 當然住屋、醫療、教育、福利 又要分薄了 因為要給了一班新的移民 甚至我們都會見到 有些政黨 例如民主建港聯盟 甚至動員他們一些支持者 就是要求政府在處理這件事的時候 就深入一點 不好意思 其實整件事大家都留意到就是 第一 如果你說在法律上 其實他住滿七年 但因為他是一個所謂菲律賓 就是一個家庭用工的身份 是不是因為這個身份 而他們沒有資格來香港居留呢 如果調轉這班人是美國人 調轉這班人是法國人的話 香港人會不會再用這種 對於外面的人這麼反的態度呢 是其一 第二件事其實我們都相信就是 社會上面有一些人 甚至有一些團體 他們借這一個官司 甚至借菲律賓人 作為一種好像是欺壓 或者甚至是標籤這班人 好像是低等民族 甚至我們會聯想到這班人 就好像二、三十年代 立粹黨那樣 是見到一些不是我們種族的人 就要排斥 甚至是用一些很惡待的語言 去攻擊他們 所以我想金澤郎裏面 最主要都是透過 講回今次整個外容的 居留權的訴訟 去看回香港人在整件事裏面 究竟是一個什麽人 陳茂 很簡單 當然中國人漂泊四方去賺食 已經是 不是現在的現象 我首先講這件事 例如美國去紐約的唐人街 現在唐人街大了很多 一邊是福建人 有台山人 最舊的唐人街 有台山人做生意 居住 亦都現在有溫州人去另起爐 做買光 這些人又是 好像現在的菲律賓人 菲律賓人就是來做事 法律上 如果連續住了七年 就符合那個 連續香港住了七年 有機會申請做香港的永久居民 很大量的中國人以前非法入境 或者入境預期居留 等大社都很慘 我們連吻自己的同胞的時候 講他們含身如虎 講他們說 在美國沒有功勞都有苦奴 我賣餐給你吃 我提供了這麼多的服務給美國人 我在這樣做 做事 就算沒有交稅 因為他交不到稅 因為他是黑工 其實都應該給他們居留 英國也是這樣 全歐洲都是這樣 美國加拿大都是這樣 我想請問情何以亨 譬如加拿大一條鐵路是說 說恭喜 現在正式道歉 加拿大當然這個道歉 非常之遲 亦都有點偽善 我們講到這些時候 就很同情自己的同胞在外面飄零 其實今日仍然有 大家不要 我一天和一個民建聯的人 在一個辯論的時候 那個姓呂 有人和你辯論這麼大打 我們講不準 我說不想變成菲律賓 要靠輸出動人口 固然菲律賓 現在的情況非常之嚴重 就是菲律賓在海外賺回來的錢 已經多過在境內做的 即是GDP的 其實這裏可以和你分享 其實我早陣子去了伊朗和杜拜 其實杜拜請了很多菲律賓的人 在香港 當然 旅遊 即是旅遊這個問題 我們先講回旅遊 即是說 中國人周圍去做事 現在還有 勞務輸出還有 是嗎 我們見到我們的同胞 有時在國家裏面被人做 協助人事又有 是嗎 經商又有 甚麼都有 我真是很奇怪 民建聯 或者一些建制派 在這裏做的事 即是他有沒有 即是反心自問 其實 我們去到外國都是被人敢歧視 說有黃禍 說我們是豬 是吧 你又怎想呢 是吧 他都認為中國人都沒有幫襯 是吧 來做一些低三下四的事 或者外國的遊役政客 都是說 中國人來到 搶低了工資 或者好像 西班牙有一陣子 因為 華商做皮具 做得太平大賤 燒了它 燒死了很多人 我覺得這個第一個 就是我們要思考的 或者一個 無論是 外籍的工人 或者是 新移民 或者 在其他地方來香港做事的人 其實他們都有貢獻 是吧 所以很多人說 不行 當然這個 這個我不會怪那些人 因為如果你從一個 資源不變的角度來說 就是說 如果多了人分 當然少了 不用說 這個問題 這個就是跟 香港有錢人 歧視窮人一樣 你都沒有錢買樓 就去租樓 租樓都沒有錢嗎 就去劏房 在劏房 沒有錢嗎 就露宿 該死的 為何不給心機賺錢 一樣 今天去罵非傭的人 他們 在其他場面被人敢歧視 所以 葉劉淑儀叫人釋法 根本就是 上吐下舍 已經失禁了 上吐下舍是怎樣的 因為這個中央 只是在中港關係的案裏面 才可以這樣做 這個絕對不是中港關係的問題 是不是 即不是當年2000年 因為這個都要用權 是的 這個 這個 葉劉淑儀 露了底 上吐下舍 還在說甚麼 甚麼智囊 其實很簡單 投其所好 即是說 可能他在香港的選民 是用非用的 他投其所好 即是希望拿回一些 民建聯合無恥 你叫他們新進的副主席李慧琴出來說 更加無恥到不堪 是不是 即是 在國內現在都是這樣 國內也是這樣 你民工做一輩子 不可以在城市落席 其實這個溫家寶 曾經做過一件事 就是要取消那個戶籍法 出過一輪全國的頭條之後 就蓋下了 即是他說 一個戶口的制度 是一種 即是阻礙中國的制度 亦都是不文明的制度 是不是 這麼簡單 其實 城市人歧視鄉下人 本地人歧視外來的人 是自古意 是吧 但是窮人 就因為被那些 有權有勢 或者別具用心的人 歪曲了整件事 是吧 這樣才會產生 這些所謂排外的情緒 譬如很簡單的說 歧視大陸女人 大陸女人駕來香港 固然有大陸的通行證問題 大陸不給通行證 你駕了過來都不能下來 是吧 就是拿到下來 他都歧視這幫人 是吧 為什麼 我如果娶一個美國女人 那個美國女人 一嫁給我之後 我就可以申請歸法 是不是很簡單的道理 是吧 現在香港 好像民建聯這一類的政黨 其實就是非常之恐怖 其實某程度上都幾符合二三十年代 是法西斯對於非國族類的人那種排斥 但你分開說 有些人現在跟著民建聯的指揮派走人 他只是眼睛很小 到底有多少人 這些人 譬如說 如果有二十萬人 我們便會失業 李慧琼說 李慧琼說 會把收入都推高到十個百分比 是吧 這個工聯會 身為工會 就教自己工會的會員 去歧視外面的外奴 又有 根本 現在共產黨 控制之下的 他的那些團體 根本可以說 已經是 無邏輯 無羞恥 發瘋 可以這樣說 很簡單 11月 11月 選舉 他現在不停問其他人 你反不反對外傭 其實問題都說不清楚 第一個就是 民建聯第一要問的就是 要問王仁龍 和他的同事 他交到法庭的説明 即是那些細章 到底是真還是假 是吧 即是說 如果你 外傭 可能如果申請到 即是准他們 居住滿七年 之後去申請這個 永久居民的身份 那個 那個 估計是怎樣估計出來的 是推算 因為是估算 即是隨便 他說有確實證據 大大聲說 但問題是 因為 非中國籍的人 申請居留權有三個條件 是吧 這三個條件是非常難的 現在外傭 即是有一個 就是他永遠都不行 就是你過了七年 之後 因為你是外傭就不行 是吧 但這三個條件 其實就是 以香港為永久居留地 持合法簽證來港 通常居港七年 現在的問題就是 持合法簽證來港 他是合法簽證的 只不過就是 他是一個 外國勞工的簽證 做事的簽證 是 是 是 你現在說 污歐了他 現在他說不是 那就打這點 好了 就你打到 通常居港七年 即是說你是要 在香港 證明自己在香港住 是在那裏住七年 連續住 有甚麼東瓜豆腐 都可能不算 是吧 即是 第三個 就是 以香港為永久居留地 這個都更加難 因為他包含了 甚麼條件 就是 這個在入境條例 第87條 裏面是怎樣說 就是 他提供資料 證明甚麼 他有沒有合理的收入 是吧 你自己養不養到自己 去維持自己和家人的生活 是吧 你還要 證明 即是 自己以香港為永久居住地點 意思是甚麼 就是 如果你在 這個菲律賓那裏 你結了婚生的兒子 已經不是 是吧 或者你承斗人在那裏 已經不是 那你很難申請 所以其實 我自己知道 就算第一 現在就贏了官司 拿到居留權的人已經很少 所以其實有一種說法就是 如果那些結了婚的菲律賓工人 經常會有人覺得 他可以申請他整家人來香港 醫療、教育、福利 就被他產生 其實是不成立的 是呀 因為 審批 審批他 是否以香港 作為永久居住地呢 其實有很多事 例如社交網絡 你不是跟香港人很熟 你不是跟香港人很熟 你家庭是否在香港 你地方的歸屬感 你懂不懂香港話 我想有些都懂的 工作能力 很多 其實 就算現在打贏了官司 我恐怕 真的有機會 隨這個途徑去申請到 做一個永久居民 位數不會過 位數不會過五千 最多都是兩三千 兩三千 是否會令到香港的窮人 會大受打擊呢 這個大家一想就明白 其實坦白說 外資來香港賺錢 一個雷曼都不知多少錢 現在衛浦這間賊公司 趁機將美國的債券3K 降到2K之後 都已經賺不少錢 這幾天 我覺得找FP和CC跟蹤他們 一定是做過事 所以香港人是 可以說 如果英文說 就是Penny Weiss 帕翁夫 是嗎 即是 沒辦法 即是 小事就精明 所謂好事就精明 但事非常糊塗 又不肯聽其他人說 也有些街坊打給我 說他沒有心機聽 這個責任在哪裏呢 其實黃仁龍一定有責任 或者政府有責任 當日包括陳方新在內 是 在立法會裏面 大大聲說 會有140 160 160 7萬人來香港 推算 現在有沒有人來 即是 香港人很笨 因為把關仍然是香港的入境署 入境署是把關的 你當然說 如果沒有這件事 即是如果 現在他不提到私立方案 就沒有一個人可以留在這裏 即是說你沒有那份工兩星期 之內一定要找到另一份工 否則要走人 你對於一個工人來說 都是一個很大的壓力 因為如果你被人炒了 兩個星期就要走 所以你有時要逆來順走 當然我不是說 香港人全部都是華人 菲律賓的容工當然 他們都有華人 這個不用說 但你是否可以一針 一觸光打死一船人 即是我們不能一觸光打死一船人 跟外傭僱主一樣 其實香港人 我已經說過多次 我好像說 有人在另一個地方罵過我 你去菲律賓玩 已經是賺一重 即是你去菲律賓玩 菲律賓玩 這麼便宜 經常都去那裏玩 現在可能少了 第二 你來鄉別井幫他做事 你自己的社會 這麼便宜的工就沒有人做 當然你可以這麼說 他在菲律賓都賺不到他的錢 其實大家無所謂 有便宜或不便宜 你要重視一個 即是尊重別人做事的人 先不要說他們離鄉滅井的犧牲 剛才徐某都說過 其實很多國家本身 如果不是經濟的問題 他們的女性 或者他們的弱勢社群 都不需要離開他們的家庭 他們出去工作 但反而我覺得 我看整件事 最令我覺得不舒服的地方 就是 即是當你要排擠一個種族 或一班人的時候 他用的語言 用的理由 或者甚至抹彈牙在媒體上面 說得很利直氣壯 即是說這班人差不多 是一班蝗蟲 即是搶飲搶食 搶福利 搶資源 搶教育 搶醫療等等 即是那種口吻 而再加上 其實這班人 是利用這些話題的炒作 希望在選舉裡面 贏到議席 是區議會 其實他的狀況很簡單 很誣陌你 他問你的時候 他有一個答案 即是等於很多媒體想誣陌你 他們拿了一個答案 就是他不會和你辯論 所以其實 第一個就是香港政府有責任 如果你是香港政府 是對著香港人說謊 他應該負責 即是有關的官員 應該要辭職 因為你引起這麼大的恐慌 我想你一件事更加重要 就是 究竟無論是市民 甚至對這個議題關心的人 究竟你抱有什麼態度去看這個議題 我自己的觀察都會見到 究竟香港人在一些同利益 同資源分配問題上 似乎都出現了一個精神分裂的態度 你會見到就是 市民可以容忍甚至是 諒解這個搬商勾結 或者地產霸權 但是對於一些弱勢社群 勞肅者 新移民 或者菲律賓工人 現在就是弱勢社群 當他們投出一些理由 就希望有一些幫助 或有一些合法援助的時候 反而是被人群體的公司 我覺得其實很簡單 這個政府非常之 可以說是失德兼無恥 你看他對外洋公司的態度 就是這樣 其實在外洋最先享受最低工資 就不可以低得太過離譜 他的最低工資是一減再減的 其實在1998年是3860元 2002年就減到3670元 因為他說通脹沒有了 反而又通縮 所以要減回別人的人工 接著在2003年 有一個人口政策報告書 這個就是現在這個仆街特首做的 曾蔭潤潔做的 人口政策的報告書 他就提出了 是怎樣呢 就要扣別人四千元 叫他說不行 不行 人口 我們有勞動人口 沒有辦法升級 就要訓練些人 如果請得外洋 這個就是公聯會提出來的 這是最糟糕的 現在這個特首曾蔭潤潔 所以當時就吸收了這個意見 就是不如這樣吧 你們交四百元費用 去做職業培訓 我又減四百元人工 就這樣減了四百 所以其實由1998年的3860元 經過兩次減後 雖然每一年都按通脹升 但其實很簡單 到現在都是三千七百四十元 即是說比1998年還差 你想想 一斬是十三年 現在吃碗飯多少錢 1998年吃碗飯多少錢 很簡單的道理 所以你說減再減 搞到這個外洋 在這個壓制底下的工資壓制 根本就是十三年來不加反減 就這樣簡單 全部都跟公聯會、民建聯有關 你叫這個政府去投資 去做這個職份的工作固然 我不會反對 雖然那些職份都是很糟糕的 或者職份很多 其實派給民建聯那些相關的工作 有一間叫港村的 就是師善老公子弟學校 有一間叫港村的 現在民建聯在區派內信箱 關於你 叫你去港村 就是跟自己拉生意 工聯會 那些人就發財 很簡單 你看回這件事 你就知道了 你怎樣對這些外傭 很簡單 如果你這麼討厭外傭 你全部都沒有外傭 那就怎樣 我明白 那些外傭都很慘 反對菲律賓因為他們失業 但是香港那些小孩誰醜 這個很簡單 內地找些人來照 內地也不肯 因為民建聯工聯會 叫大陸的女性來做 沒有人肯肯肯 三千多元要在家裡過夜 又人工低又做得長 那些時間 我覺得是張心比己 如果你自己覺得被人奴役 是不應該的的時候 那你為何要這樣對別人 但他希望透過奴役員 來賺取政治本錢 其實你說香港的小市民 我都說屎賄 是吧 即是憎人富貴厭人窮 是吧 你有錢過去他就憎你 其實他的心 其實他都不是真的 如果他有機會做到就好了 厭人窮那個就恐怖些 他覺得你不應該在世上生存 都可以的 講到這樣 我覺得這個當然是一個 非常之可恥的現象 令到香港人的精神越來越低下 你低下的時候就會培養了一種 就是不停地向下踩 不如我踩的時候 不是基層受害 今天就踩鴿集團 明明是踩越集團 全都被踩雲 今天踩菲律賓 即是等於香港人 當年同意公務員 即是要向公務員減完工 自己便身受其害 到現在 你就減完工 所以我整個一件事 就是你的心態如何 你支持政黨也必如何的話 即是如果你的心態 都是基本上自私 或者是很公理 很計算的話 都是支持很禮二年的政黨 這個屢見不爽 其實他們問的問題 即是說政府有關福利的開支 或者有關其他公共服務的開支 是不足的 是對的問題 問題就是由於這樣 你覺得其他人 是享受合理的權利 是不應該的 因為今天你說外傭 但他也說不夠錢 就減掉失業救濟金 不夠錢就只養老人家 又有油 當日說中援養懶人 也是數據亂了 在中援的受助者裏面 有一半是老人家 那你是否想不養老人家 有些就是相殘 有些就是其他的原因 單親 單親 那些 沒有事做的人 其實只有十幾個百分之 他都說中援兩眼人 是否一急 大家根本就是已經盲目了 即是覺得我慘 那別人給我慘 我就開心些 或者是我慘 我一定要只差打開那個人 然後才拿到水泡 那其實問題就是 為何一隻船會沉 你要問問才行 阿哥 你這樣打架 那隻船會沉 全都被沉 我覺得長此往來 如果基層的人信這套 那他就一定大鑊 不過我都會發現 其實基層的人信這套 我不能夠去看過 這個根本是傳媒都反自 這個問題就是 因為傳媒本身 他沒有盡力去說真相 很簡單 因為你傳媒這麼大間機構 你可以找個律師問一下 沒有需要找個 什麼都不認識的議員 或者李慧琼出來說 聶Sir出來說 你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去問問他 正常做新聞當然是不同意見 起碼有個所謂正方有個反方 你不是只有意見 然後你當事實全部 你影響到人的觀感 或者看法 對 你看到民建聯的邪惡 由一個原本打著為基層市民 謀福祉的組織 現在越來越走越遠 為了那些小撮 也不是小撮 為了那些所謂小有產者 那些中產階級 挑動他們最醜陋的心態 其實 進而影響窮人 工聯會就在旁邊幫助 工聯會最大罪過 因為所謂工人無祖國 你鼓勵自己的會員鼓勵 去仇視勞動者 就等於自殺 當然長坡的分析 背後都反映到 譬如民建聯 工聯會這些政權 利用人性的醜陋自私 或是客賣心態 去幫他們賺取政治本錢 排斥異己 甚至是低度仇恨 不斷令他們得到支持 我想最終社會 究竟出現了甚麼恐怖狀況 大家都可能有目共睹 但其實我看這個節目的人 都未必是他們那群的心態 或是這樣的層次 但你會否留意到 你們住在身邊周圍的朋友 街坊 其實會否都是那種心態 所以這件事都想問長坡 當然你剛才番說話 你向左網有相當的觀眾 看過節目 或是基本上都比較知道我們的立場 所以其實你都不用說有甚麼立場 你從一個求真相的角度 你評論過人之前 你要知道他發生甚麼 如果你不知 你亂說 你可能是無知 你濫用他人的無知 自己又不去找 然後亂說 這樣便無恥 很簡單的道理 就像政府官員那樣 張建宗 或者王仁龍 要出來負責任 你給法庭的説明是真還是假的呢 其實我覺得現在很多人問我長坡 你甚麼態度 你先搞清楚這件事 你問他發生甚麼事 你知不知道 即是等於動車那樣 你叫他徹查 有人說不用了 國務院在查 你明知道國務院管鐵道部 鐵道部本身是國中之國 大之爺 因為他是半軍事組織演變出來 你管不了的 那你怎樣搞呢 那些人就說不用拆了 你叫葉國謙或者范瑞麗太 沒有辦法 即是我覺得 即是你香港的中產階級 這樣去教育 自己下一代有甚麼辦法不死 你叫甚麼那些年青人 你還說甚麼禮義廉恥 即是甚麼道德 即是說甚麼互在和諧 有愛 很簡單的道理 所以我不是說 說我在立法會扔東西 教壞小孩 他們就好像現在翡翠劇場 某台劇場 即是無線 我是不是叫翡翠劇 我也不知道 即是連續幾個劇集 都是語如我詐 都是要令對方死 就令自己開心 骨肉傷殘 兄弟異常 就是教這些東西 現在香港人就看完 看完就學這些 這裏其實都反映到 電視台現在有甚麼劇集 現在社會風氣心臺 即是市民的心態 議會的氣候各方面 都會反映到 就是你面對問題 你不去反思 然後不斷找一些弱勢社會 就像邱駿一樣 邱駿是律師 應該明白 他立即搞了一個組群 是吧 即是在那裏講話 其實我覺得 你先搞清楚整個事情 可能是我錯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 政府是一個很重要的知情人 他要講的 你不問政府 相信政府 這樣便是灑黃 現在169萬人來 那個故事大家不害怕嗎 現在便浪來了 即是等於早陣子 我都在有一些場合 見到有些人 當某些泛民議員 在媒體上面出現 彈一句搞糞棍 接著我心想就是 你沒有搞糞棍 你那6千元便給基金口 很簡單 還有一個好像明報這些報紙 我前兩天看 即不是說菲蓉 我不知道 我現在不看明報 我甚麼報紙都不看 因為我看電視有些射用精華 他就說 現在股災了 是否這個 這個 美國那個 平急下降 他說 其實我們的政府應該學一下 即是不要依賴美國 要多些 可以害其他東西 或者跟大陸合作 聽說我說 有哪個國家依賴美國 是最厲害過大陸的 是不是 你說依賴美國 當然是大陸依賴美國 是否 他那些貨物去賣 又買美國的債券 是否 這些知識份主報紙 講甚麼 他夠不夠膽叫大陸不要這樣做 浪費氣 根本你看不入耳 堂堂一張大報亂寫 其實很簡單 明報就是 平時沒有甚麼涉及共產黨 或者沒有甚麼涉及共產黨 再講個政策的時候 便辦事評 一有這些 他完全是亂 說甚麼 連知識都沒有 浪費氣 所以其實還有一個就是陳德林 是嗎 我們 如果就算不跟美肝掛鉤 跟一男子掛鉤 我們都沒有自主權 我當然知道 我當然知道 你媽媽是女人 但我知道 你媽媽不是我老婆 為甚麼這樣說 人家在討論 其實問題很簡單 踢穿了 大陸又在印銀紙 我們就夾在中間 大陸就靠人民幣持續升值的概念 吸引外資 我們的有錢人就回去投資 為了買他的東西 因為你買了人民幣的東西 他會慢慢升值 他們拿了錢來炒我們香港的東西 那些東西 那個升值不是港幣持續升值 是一個投機 苦了便會苦香港人 謎底就拆穿了 如果說經濟實力來說 大陸的錢怎麼會 跟我們差不多七算 現在差不多八算 八折 根本就是一個騙局 很簡單的道理 騙局 有人夠膽講嗎 講甚麼知識分子報紙 他事實都不敢講 而我不知道知識分子報紙是誰 所以收皮 其實向左望今天差不多完 大家記住看報紙的時候 大眼識人 或者可以不看報紙 今天節目時間到此 我們下星期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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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璧 堅 �ý 謝謝 spies